大家好 那么本期的话 我们开始清理一下这个森林树的任务 我们先阅读一下 我们第一章节 临终奇遇 可以看到没有完成 你可以看到第二章 这边已经打勾了 那我们先做一下这个临终奇遇 前往这个维魔装 好了 我们先打开我们的地图 来到维魔装这个传送锚点 方向的话 我们往这个南方向 一直往前面走 到了这边的话 有一个NPC 黄头发的NPC 然后这边的话 选项的话 我都是选择第一个的 然后完成的话 就可以获得这个成就 永不属于森林的孩子 下一步的话 我们来到这个往昔的 恒乃兰娜的这个七天神像 然后大家可以从这边直接过来 如果没有开启的话 好的 我们继续往这个东方向 前面的话有两个流血狗 流血狗的旁边有个光点 好 我们先去调查一下 那这样的话 我们再打开我们的森林书 那现在可以看到这个临终棋域这个任务就完成了 当然 我先来说 最终检测画的 下集中 有两个都